胡亨宇、郭善妮等人 今日出席梅艷芳電影《照花直十》 《芳華絕代預告首播會》 看到亨宇最近宣布 與蕭定一公司結束殯主關係 有傳是想自己成立工作室 其實我是8月中的時候已經沒了約 一直都沒有公佈 只是覺得自己未成熟 亦都不像報道說我們的關係那麼差 因為其實我們一直都合作得很開心 只是因為我自己工作上和生活上 都希望有一些新的安排發展 所以如果有什麼新的消息 可以跟大家說到時會跟大家說 最近兒子就剛剛過完一歲生日 亨宇就感嘆有點不捨得 對呀 很快 我覺得這麼快就過了三百多天 她又很大 她不再是一個BB 我覺得她已經是很大舊的一個BB 可能我有時會覺得抱她真的很重 兒子你為什麼這麼重 都不捨得 但是覺得很矛盾 又希望她會大 又不捨得她大 那會不會生多個小妹妹 努力吧 努力當中 努力努力 至於同行兒很久沒見的郭善妮 就說交流了不少媽媽經 而郭善妮就說不想追二胎了 哎呀 現在沒有了 其實之前兩年大家經常問這個問題 當時都說希望有 亦都有嘗試 但是結果還是沒有的 我覺得不要緊 我也有一個女兒 我會努力去照顧這個女兒 還有做自己想做的事 對呀 其實我女兒出了一輩子後 都沒有二人世界了 對呀 因為去到哪裡都會和女兒一起 其實現在我們的二人世界 就是照顧女兒去跳舞 放下她之後 我們兩個可以有一個小時 拍拖走一走一走 這些時間 我們兩個真的會拖手 平時真的沒有 女兒在一起 女兒要站在中間 睡覺又要睡在中間 阻礙著